嗨小财神们 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我是宝可梦 今天这个主题呢 我觉得好像稍嫌沉重了一点点 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契机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昨天晚上呢 我收到这个TVBS记者 他就打电话来询问我 这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 乐退指数呢 这为什么所有的年轻人 都是属于不及格的边缘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这一代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问我了我几个问题 那我个人思考一下我发觉 其实跟我现在在关注的这个FIRE 或者是退休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很相当程度的关联 所以我也打算就是用两集的内容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主题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说 这是我们年轻人的悲哀吗 这个乐退指数不及格 难道我们这一生从此就是 安养过天年的这件事情 就是不可能的嘛 就是我们一定要工作到六七十岁 甚至都还没有足够的退休金嘛 那这个兼钱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 那今天的这一支影片呢 我们先探讨哦 就是四个议题里面前两个 就是平时应该要怎么理财 第二是你已经开始准备你的未来退休金了吗 那下一支影片会来跟大家再聊聊 这所谓的信用卡真的可以理财吗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退休或是老后的规划 那我们已经开始有安排了吗 那再进入我们这个真正的主题之前 我们来看看远见的这一篇报道好不好 那我在画面上这边呢 就其实已经帮大家准备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乐退 这个乐活想退指数 其实这个是远见杂志 就是跟中国信托一起做的这个所谓的联合的调查 那他们每年都会去发表说这个数字 然后让台湾人一起来看一下说 其实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老年人 对于这个所谓的退休这件事情 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那你的个人财务状况又到哪一个等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是蛮值得一看的 所以我花几分钟带大家看一下 那他在这边的话他写说 其实2019年的乐退指数只有51.8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连四年不及格 他其实到去年都还是一样不到60分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其实就是尤其是你看到说这下面的30世代 就是30岁的我们 30到40岁这个世代 我们的分数是最低的 OMG就是拉低了整个平均值 但是你看如果40多岁50多岁 其实他们的指数 这个分数就越来越高 就代表说他们已经存到了相当程度的金额 然后可以让他们就是安心的退休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我觉得还蛮严重的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 其实是反映我们现代年轻人 现下当下的状况 就好像我之前有就是写了一篇 pressplay的文章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端午节回家 我跟我老弟聊到这个退休这件事情 那他小我三岁 他大概31 32岁 那他跟我讲说他都没有存钱 我其实吓一跳 就是怎么会这样子 那我就再来跟他仔细的分析 关于说你为什么不想存钱 你没有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一个月存多少钱 你可以达到怎么样的成效 那你如果存多少的话 又可以就是五年十年之后 你存的钱又不一样 所以我都已经跟他做过各种方式的分析 那到底最后他有没有听了我的话 然后真的开始存钱呢 你就要去看我那篇文章好不好 那其实从这个例子里面就看来说 其实像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有很大的程度 是不愿意去面对退休这件事情 所以他很想存钱 但是他赚的钱不够多 所以他可能就没有那个心 没有那个余力去存钱了 所以他需要的也许是一盏明灯 或者是有人推他一把 跟他讲说醒醒吧 你没有妹妹 啊不是啦 醒醒吧 你真的要开始现在去存钱 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个 复利带给你的惊人成效这样子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这个热退指数随着年纪而增加 然后40岁以上就有54.8分创新高 也就是说当你步入中年之后 你有了家庭 你没有了小孩 其实你对于未来的这个风险的部分 你是会更担忧 而且你会花更多的钱 在建构自己的这所谓的财富的堡垒上面 所以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就是40多岁以上的人 他们反而是分数会比较高 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他说台北市的退休准备55.7分表现最好 为什么是垫底 我觉得这个数字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大度是你的求生存的 虽然说竞争比较激烈 但是你的薪水也是比中南不好 所以也是有所谓的北漂族 像宝可梦也是北漂族 我之前在上这个我们这个庆宜姐的节目的时候 这个单身行不行 我也有在上面跟大家分享说 北漂族真的是蛮辛苦的 一个月多少钱 但是你有多少钱要用在生活开支上面 你能够存的钱真的很少 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子的人 大家应该也都差不多 其实我就是一个社会的这个小自主的缩影 所以我大概很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们三十几岁的人都存不了钱 因为我们的薪水可能就两三万 那你在台北生活 你一定要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钱 都是要放在生活上面的 比如说一般开支然后水电费 甚至你还有要付学贷 还没有还完你的朋友 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 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所谓的孝亲费都有 所以这些钱他不动动加起来 你一个月可能很勉强可以挤出五千到一万左右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在我们的薪水停滞或没有成长的情况之下 我们已经节省开支 尊结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挤出更多的钱了 除非你真的做第二个兼差或者第三个兼差 或者像我一样努力的利用自己的下班时间 来经营自己的频道 然后来接业配赚钱之类的 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你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很拼命去做 才有可能脱离你现在的目前的窘境 所以我相信这个报导它其实也很体现了这样的情形 那说真的大部分的银行商业机构 其实金融机构都是在台北 所以如果我在彰化我也不可能有这些机会跟大银行 就是坐下来谈合作案 或是大公司 所以我在台北的确是比我在台中或在彰化或在高雄 能够赚到更多几率的钱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说台北市它的确它的退休准备的分数会比较高一点 是因为你赚的钱的这个平均薪水收入会比较高 所以这是这个原因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民众在理财规划的前三名 第一个是医疗 第二个是财富累积 第三个是子女教育 那我很相信在我们三十几岁 如果你跟宝可动的年纪差不多 然后你已经步入礼堂 你已经结婚的话 那你的确会有子女的问题 就是你的确要准备一笔钱 然后来当做子女的教育费 那你的确要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的工作 才有可能存下这些钱 除了这些钱之外 你当然还有自己的退休规划 然后甚至还有就是所谓的保险这一块 因为说真的保险非常的重要 但是其实我现在在跟大家谈的很多内容里面 其实保险这块是比较薄弱的 那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 可能我目前需要接触到这部分的风险的部分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可能就是只有写过聊聊几篇跟大家介绍 但是这个你的确是应该要提拨你财富里面的一定比例 放在这个保险的部分 因为它这是风险转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你会发现其实医疗规划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保险的部分 其实是占大部分的人很高的一个比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刚刚忘记给你看 这个图表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医疗规划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第二高的是财富规划财富累积 这个部分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在乎在意的一块 也就是说只要我现在讲到投资理财 我现在讲到小资规划什么的 那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人都会关注这个议题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提供大家参考 那再来往下的话就是 其实这个表格你也看到说 在30到39岁的人 我们这个年代这个世代年轻人 我们最关注的是财富累积 也就是说尽量的存钱或是开始进行投资 那年纪越稍长的下一个世代的人 他们开始规划的可能就是子女教育 因为他们的小孩子已经开始要进入留置园 那他可能就要开始真的认真的去规划一笔钱 是要给小朋友的 这部分是他最注重的 那再更高一点的年岁 就是50到59岁 就像是我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 那他们其实比较着重的 就会是医疗规划这一块 包括就是用风险 保险的方式来做转嫁风险 这部分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说 当你在不同的年纪的时候 你会关注到的这个议题是不一样的 那第七个表格他们问的是 民众认为未来十年的理财重心 会在哪边 手中医疗跟退休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大家其实把这个所谓的退休规划 放在非常的后面 也就是说你可能要满足了 对子女的准备金 准备这个所谓的求学的金额之外 再来是你的医疗规划 那最后才是你的退休 也就是大家都把退休放在最后面 但是其实我自己的心得 包括是我看了很多fire一组的文章中 我发现你如果先把自己健全的 先准备起来 已经到一个所谓的退休的阶段的时候 那你生活中所有的余裕 就可以来进行更多更多的 做更多不可能 更多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为你带来的收益 可以再拿来投注 做在比如说你的医疗规划 或者是一个子女的规划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把自己先提升到一个 能够退休的状态 不用再为了钱而去工作 我觉得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其实都是把它放在 比较后面的数位 你看这个调查出来的结果 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其实是有蛮大的差异 就是30世代40世代50世代 60世代的人 其实对于退休规划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的 大家的想象跟操作都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甚至有47%的民众 你看这个表格 他写说没有执行未来规划 钱太少是最大的借口 我刚刚稍早也有讲到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受薪阶级 可能一个月的薪水就两三万 那你在台北生活 大概至少也要去掉三分之二 你只剩下三分之一 你要用来吃喝拉撒 甚至要玩乐 那你怎么可能还有多的钱来进行存钱 甚至进行投资理财的部分 但是非常现实的一点是 如果你真的都没有踏出你的理财第一步 开始每个月存三千五千 那你甚至更不可能退休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残酷 但是你越土鸟心态不去面对 那你将来的确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成本 来准备更多的钱 才有可能达到你想要的这个退休的这个阶段 说真的 这就是复利的关系 如果你越早把钱投进去市场 的确它可以为你产生越大的复利的成效 所以我也非常的建议大家就是 我们有接近一半 就是42嘛 接近一半了 接近一半的人 都是完全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 你 你 我觉得大家 大概就跟我弟一样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想去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很远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越早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你越早去解决它 你甚至就可以迎来越早的 这个所谓的退休 那退休的这个美好果实 就会慢慢的 越来越往前推进到你面前 当你真的触手可及 拿了这个退休的果实之后 你的人生就自由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直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概念 这样子 好 那 再来的话呢 他这边看一下 这个第十个表格说 过半数的民众 其实没有信心退售 只有还能够维持六成的收入 哦 也就是说 大家的主要收入 其实都还是来自于 我们现在这一份薪水的收入 也就是说 当你失去了这份薪水 你可能就没有其他额外的薪水收入 那你就会觉得很惶恐 所以你不敢放弃这份工作 那他这个说法 其实也验证了我弟弟的想法 他的想法就是说 他人生没有任何的梦想和规划 他就是要工作 工作就是赚钱 赚钱就是完了 全部花光光 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有一天你老到你不能工作了 那你就没有钱啦 所以 的确是现在 要未雨绸缪 要去思考说 当十年后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的自己 真的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你不敢去 越不敢去想像 那将来的惨况 就会越来越凄惨 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 那最后的话呢 这边 有讲到说 前三大理财工具是保险 除去定存股票 我觉得 除去险现在已经是不适合买的啦 那保险的部分 我觉得保险归保险 他不会有所谓的理财工具 因为保险就是让他单纯化去转价风险就好了 再把他拿来理财 你只会买到一个更贵的商品 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是 简单 而且内扣费成本低的产品 不管是股票基金 或是ETF 其实我都有写 做过一系列的这个影片 来跟大家分享 也请大家就是 一定要花时间去把这些影片 一支影片 十到二十分钟 把它看完 你大概就会知道 我讲的这个理财商品是什么 不然的话 你可能都会啊 听下去 都听没在说啥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 其实远见的这一次的报告 我觉得也是蛮 会让人家觉得 蛮一针见血的 好不好 他最后有一个所谓的 调查说明的部分 他是有这个 30岁以上的民众 然后六都全部都做这个 所谓的 问卷调查的部分 然后最后出来的结果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 我觉得大家就是 参考一下说 其实我们大家 可能真的对于这所谓的 退休规划真的 没有太多太多的想象 所以就会觉得说 嗯 好 那就是这个样子 但事实上我们真的 不应该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我们 真的越不去理他的话 那其实将来 越惨的 会是我们 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回答我们这边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 那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理财呢 这个也是这个 记者朋友他最想问我的 一个问题 那其实 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我也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很多人就会 呃 大家可能说 所以有那种挑战者心态 就会问说 宝可梦你出来讲财务自由 那你财务自由了吗 好 所以我很喜欢把我自己的 投资成果 跟我的操作步骤 都跟大家讲 好 所以我会不断的分享 不管是在写文章 或在Pressplay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免费的影片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好 所以想挑战我的人 你来看影片就知道了 好 那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钱 分两个部分 一个在国内 一个在国外 那在国内的部分的话 你就可能就是 直接买股票 那股票买什么 买0050 好 那最正我都买一支玉山金 好 那这风险比较大的投资 但是也没有放太多钱 在这个所谓的个股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好玩 好 那重点就是说 你自己应该要有持续 而且不间断的投资的这个习惯 不论是3000 不论是5000 不论是一个礼拜一次 还是一个月扣一次 你就是应该要累积起 这样子的习惯 那你就会每个月都固定准备 一笔钱 投入市场 然后赚取市场报酬 所以我觉得 大家真的一定要认真的去做这一块 不管你是用风存股 或者是聚航买基金 或者是FunkSwap 这种所谓的基金交换平台 都是有很多很多 你可以去操作的 你只要挑选适合你自己的平台来 这个所谓做所谓的投资就可以了 不见得一定是我讲的这个是最好的 那这是国内的部分 国外的部分的话很简单 就是我有开TDMA Trade 就是所谓的美股的账户的交易账号 这是美国券商 那另外一个就是etoro 这是所谓的线上外汇交易平台 所以这两个我都有在使用 那放的钱的话 一个是一万美金 一个是现在已经多少 三万美金左右了 所以加起来至少也都有四万五万美金在国外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 你只要跟我一样认真努力的工作 而且认真的存钱 其实都有可能 其实都可以存到这笔钱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把它放到你自己想要属意的 你喜欢的这个所谓的投资平台 然后来投资全世界 我觉得就很简单了 甚至你用台湾的封存股 它其实也有开放这个定期定额买美股的功能 都有 所以就是看费用高低 你自己觉得哪个费用适合你 你就可以开始来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早做晚做不如现在就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已经开始做好几年了 我投资美股已经投资三年四年了 那它的成效其实就是稳稳的 8%到10%在跑 所以这些钱你就算不动 它帮你自动的股息在投资 那它一样可以为你滚出很多很厉害的负利 那这不论是在ETDM trade 或者是eToro上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自己目前的投资理财规划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是属于投资的部分 但是呢 在投资之前 我非常建议大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还是要准备一笔钱 是让你在台湾生活的时候 忽然间 比如说忽然间被资钱了 没有钱了 那你至少还可以过活过个半年之类的钱 比如说你一个月的薪 你可能要花的钱是2万 那你就至少要准备2、6、12 就是12万左右 放在你的某一个户头里面 所以是可以取用的 那这个钱你就是不能动的 那有多的 纯的 想要投入市场的 再把它投进去 所以你的钱应该要稍微做一个这样子的划分 对你来说才是比较有保障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下一个 当你开始 记者 记者小姐她想要问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开始准备你的未来退休金了吗 好 我觉得 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说 因为不认识宝可梦所以才会问吗 如果你常常在看我的频道 看我的影片 我跟你的分享 你就会知道 我早就开始在准备我的退休金了 甚至 我的目标规划是 要存到人生的第一个一千万 那么她所滋生的利息 其实就可以让我 每个月 就是不用工作 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但我觉得她有一个更聪明的做法 就是 我除了靠金钱 为我产生的被动收入之外 我也可以靠我自己现在喜欢在做的事情 产生固定的收入 比如说我经营的YouTube 我经营的Facebook 我经营的这个所谓的部落格 她每个月为我带来的广告收益 如果已经可以产生两万到三万的现金流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工作 而去认真的去做这些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开心的事情就好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考 范例 给大家参考 说如果你打算开始存自己的退休金的话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是现在开始呢 还是下个月开始 还是半年后开始 还是明年后开始呢 心动 不如马上行动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点 你可以先从开一户开始 再来 试着开立证券户 哪一个证券户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都有放了很多的红萝卜在我的贴文里面 你如果有看到你受到这个优惠的吸引 你就会去开户 那这个部分其实都只是起一个头而已 当你开始有了一个证券户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交易 使用正确的方式来进行投资 那么你的确是可以享受到全球 或者是全台湾的平均股市报酬 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就是当你要开始准备未来的退休金的时候 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准备 而不用等到五年后 十年后再开始 那再来这个金额的多寡呢 其实也不是重点 因为我一开始我投资那个0050 我在买05的时候 我都是一次只有两千三千在投 所以这个钱其实也非常的低 因为那时候我的薪水十年前 大概只有两万五两万把很少 那那个时候你能够挤出来的钱 其实真的不多 所以我每个月就是固定买零股 就是买三千五千买三千五千 然后存到一定的金额之后 把这些钱丢到美股去做投资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所以对我来说 它已经是一个机械化的程序 所以你当你要开始进行这个存钱 跟投资理财的时候 你务必要把你自己的这个习惯建立起来 就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过的 原子习惯这本书有没有 原子习惯的 它讲的一个很很简单的一个操作手法 就是把这个存钱的习惯 直接内化跟机械化 所以你如果有做这个定期定额的部分 每个月时间到了 比如说你的薪水是发薪日是5号 那可能每个月的6号就直接扣钱 那你其实没有机会把你的钱拿去花掉 然后他就把你的钱扣走 放到市场里面去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好的习惯 然后这个原子的习惯 我让你每年 就是每个月 每年 每10年 每20年 它这个小小的累积 最后就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原子习惯 从自己微小的一步改变做起 那么将来 它就会产生很大很大不一样的 这个所谓的改变 这就是原子习惯这本书所带给我的 那我也推荐给大家 就是你们去理解 去看这本书 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 宝可梦会一直这样子的去 跟大家分享姿势 正确的知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准备开始 未来的退休金 可以从现在就开始进行开户 从下个月就开始扣钱 很长久眼持续的做到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就是存了一笔 可能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那个数字 然后你就可以 就是靠着这笔钱出 支撑的利息 然后来进行这个退休的计划 这样子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第一跟第二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否已经开始准备退休了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开始准备你的退休金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平常怎么理财 讲错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已经开始准备你未来的退休金了吗 提供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给大家参考 也希望你们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 能够开始认真的去思考 我开始准备我的退休金了吗 我是否已经准备好 要去面对这一笔很大很大很大的钱 有没有可能从现在就开始做起 如果你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很开心的要恭喜你 你已经往前迈进很大一步了 那么请期待明天的影片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下集的第三个第四个问题 那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赶快来订阅一下 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资讯呢 就不会就是遗漏掉 这样子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 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这个所谓的退休规划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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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